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英文選舉論壇 Where is 王姓 G? 距離228的新東投票日 剩下不夠兩個星期 七位候選人應該全土必爭才是 但這招港台英文台搞的選舉論壇 為何只有他四個上來 Mathu Nelson Wong稱他真的想參加參加 forum 但他非常充滿以下的間地 Chan Shui Fan Ling and Sha Tin 他抱抱歉他的免許 蛤?難道中間超人又有任務? 打怪獸請救地球 膽願放棄選舉論壇的曝光機會 城市,超級市大學 但城市也參選比大家吃米 沒理由不知道論壇多重要 可能他知道獻醜不如創絕 另外兩位Apson的分別說自己英文不好 和知道有至少兩個人脫席免得造成不公平 坐在這裡的兩個是律師 一個工程師還有一個港大聲 英文當然沒問題 不過Holden真的不斷被追問 是不是支持成立獨立委員會 調查年初一的旺角蘇聯 他又運用他的辣辣聲的英文 拋球給人 But again whenever we talk about the rights Whenever we talk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Alvin from the Silvic Party would raise a lot of excuses He would attempt or spare no effort to defend or justify the brutal behavior of the rioters 他在《信報專訪》還說 當選的話會盡量嘗試修改議事規則 限制議員的總發言時間 當過半數或者更多議員通過議案的時候 即刻展報 好 但不要試試 我經常覺得不需要恥笑 別人的英文好不好 很多人的英文很好 都有一隻狗 對 是人 有些人不肯識字 就反而明白到 OK 正在說完 但王承志就比較奇怪 你問問心果的論壇有沒有多重要 我還要反駁一下這個蘋果棟 這些論壇給別人看 更有英文正 說真的 擺兩個街坊 更好 真的我都不肯上去 尤其是叫得就上下去 競選論壇 搞了這麼多事情 大家看著位置 因為覺得這個位置很重要 尤其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為什麽周浩鼎會盡量嘗試 他可能覺得這件事是跟他拿到票 即是外面有一班人說 哎呀糟糕 拉一步 整天拉一步 真的這樣說得多 有些人經常說 不要說港珠 其實港珠真的難聽 但的確是事實 港珠的意思 就不是泛指民建聯支持者 在我內心裏面 你說要追求民主 但是 你那種保守 保守到 你排除了一切 我不是叫你做 也不是要你認同 但是你排除了一切 和你有行為 有些少少不同的人 那你就真的好想住 譬如 你認為你是要六四 去出席光 去七一要走 人家不走 你覺得人家不支持民主是鬼 人家說你們這樣經常走 可能你都不認同 就是行為藝術 你又不敢說人家 又可以說人家是鬼 但你又不是從論述上去打倒人 你就說人家是鬼 那你就去港珠 那就是這樣而已 反而你說 剛才的分析 是否適合你 譬如你說六號 就說服不了頭七號 七號說服不了頭六號 如果改變了 我已經是去到一個位置 跟大家說 當時 如果議事規則真的被改變了 OK 那就只能夠 就更加突顯到議會的不堪 就更加是 老實講 是比反對派一個更大的藉口 去做出一些勇武的抗爭 而這些勇武的抗爭 是不需要你們這些不支持 即是不支持 這樣去改革 即是不支持心思力的人 去付出代價 在議會打人 假若出現 是一樣要被人抓 我相信 OK 那麼 你說是否事實上 是否真的這麼容易 修改到議事規則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我不敢保證 我也是質疑的 OK 那希望 既然去到這個位置 我相信 大家不如省力 像你剛才的分析 去叫多些朋友 支持方向先生 不要支持 支持甚至乎 玩想到 梁思浩都可以 如果說到你 不過是難一點 知名人 黃承志都可以 黃承志 黃承志 原來上街有2萬票 高票落敗 但黃承志 現在這麼想 就很難 我想我自己的票 拿不回 還有 以事規則這件事 當然 不要理會梁家傑 是真寧假的消息 是真的有這個機會 真的有這個擔心 當然去到最後 如果真的輸了 會出現什麼情況 當你周浩頂退贏了 就是變成18對17 如果在直選 又過 是要過 是需要曾育成 主席去投票 曾育成就是 政改 因為通常主席不投票 一投就投棄權 除了政改贊成票 其實他不會投 除非他違反他的承諾 但如果他違反承諾 又是變相幫泛民去取票 就是退9月 但到時問題是 都說了35席 都贏了 都沒辦法勇 因為那個功能組別 是過半數分 就是收割不到 絕對是有這個 這個是會出現的情況 第二樣 就是有些人就騙了 有楊樂橋 因為有做網台 有些一幣以前做IPHK 都比較貼近 也算貼近一點 也算貼近一點 如果你找到黃碧雲 或者你找過 朱特阿九 就說因為議事規則 就要我們含淚投票 給你這個法民主派 就說因為你民調性數大一點 這件事真是很難叫到 人去投票 比起楊樂橋也算好一點 因為我們實際 戴耀廷經常都說 含淚投票 你叫一些抗爭的人 去含淚投票給一些不抗爭的泛民 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事 他所說是理論上 是很矛盾的 是很矛盾的 是理論來的 我們是立場清晰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說要支持梁天琦 我就真的要這個信息很突出 我只要告訴大家 他不是報民 他身邊不是沒有人 他也可以被梁振英 太狡親不顾 他雖然不是大多數 但他絕對不是少數 而且我相信 是越來越會 就是一個不幸的 我告訴你 天琦被人抓 才開始暴動 應該告不到暴動罪 但現在世界上真的難說 先講三篇文 你想講幾天 分別就是郭榮鏗 郭榮鏗是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偉大的戴耀廷教授 另外是一個新思維網絡 大家打擾清楚 新思維就是黃成志 我初時以為是 就是陳志杰 即是呂大落的方志恒 對 方志恒就不和黎志恒 不和黎志恒 黎志恒作為陳雲手套 之前又炒了 炒了很久 和孫盡都是私人和姻怨 後來現在道路上有些分別 遲些先說 先說戴耀廷 戴耀廷就是 三篇文都是講案局 戴耀廷是挺贊成暴力 又要走進議會 有邏輯矛盾 第一點已經說了 戴耀廷就說 雷頓計劃趁機程度可以限制 反對建制派和不贊成暴力的黨派參加 即是撇除了街頭抗爭很激進的那些 表示做甚麼 即是不是同路人 那就不要再說戴耀廷的票 如果你相信戴耀廷的理論 第一選也有戴票 是的 真是搞笑 他真的退矛盾 第二就是 勇武者在今次騷動中 同樣未取得實際效果 但所有承擔的罪責卻隨時大很多 也令往後願意參與的人不會太多 相比之下 智慧投票更有機會擴大議會力量 那我先想問戴耀廷 甚麼叫議會力量 議會力量就是那些反對派 或者爭取對民主的 團結一致 一起拉布 一起用盡議會裏面可以抗爭的方法 但現在有沒有 沒有 不是 最近做這樣多少 就一時不偷偷做保障 都是有人逼他 都是很多人給他很多眼力 咬出牙血 你們才會拉下部 平時拉布 來來去都拉布 最多是抑敏 反對 到現在他們都不承認是拉布 是 他們說是正常發言 積極發言 楊岳橋也是這樣說 不過大班一踢爆來 就是拉布 拉就拉 想不承認 可能他就是想爭取一些 即是接受不到拉布這個字 但是接受到你所謂積極發言的人 支持 這些就叫做港珠 咬你了好嗎 如果你是為了拉 即是我不能接受他叫做雞 我接受是援交 只是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我又不理你 即是用積極發言 又可以拉布 你真的做到事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拉布門檻也是高了 即是正常發言 為甚麼呢 你不可以重複 如果不是就即是 曾鈺誠你別說 有些傻傻傻看他 他真是很記性 稍為你的點子 一繞到他接近 議員陳米業 你又甚麼 他真的聽我 你真的聽我 你真的聽我 所以議會力量 我跟大耀廷對大家說 不是在於有多少人可以選到 而是在於你的人願不願做 之前有些人還要編監表 以前朱高正 在台灣萬年國會 有少數中的少少少少少數 一人都可以做到 其實是志在你議員的決心 和做的事 不關你選到多少人的事 一個人的力量很小 但一個人的意志是無限大 只要你一個有堅定的意志 他向著自己的信念去做事 而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世界 第三點 即使接受暴力抗爭的選民 若能不使用暴力 也可帶來他們想見到的改變 也不會無緣無故使用暴力 對 但若這類選民在選舉中 投憑一些沒有機會當選的人 就仍同浪費手上一票 我首先說 未選過是不可以說 別人是沒有機會 即是你們都說機會小一點 當然 今年楊岳橋排便是會比梁天琦大 但亦不能排除梁天琦有機會贏 我覺得剛才的25%是激進民主派 即是落揚才知道 他連泰國威那些敗民主派 但那個是四年前 四年前可能變多了 我想說一件事 這次如我們撇開首號地 先說兩個單位票 如果不是現在全國輿論是突然間動員 一定要補楊岳橋 楊岳橋是否有機會壓倒梁天琦 都成問題 而為何突然間會包括這些一百 包括所有人一起出來聽楊岳橋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其實他們清楚了 大能樂的風會轉 所以大教授 剛才你的點子 是一個個人益測 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他都未選 誰想知道 一個沒有機會贏 為何說他沒有機會贏 而且我很討厭 人們說浪費手上的票 就算 我明知那件事 我投他都不會代表浪費 或者人投8票都不會代表浪費 因為你反映了你意識的形態 覺得這個候選人是最接近我的 所以他可以某程度上 反映到我所相信的東西 但是現在的人說 那便便宜了浩鼎 當然如果你要策略性退投票 或者你真的很擔心 因為你假設楊岳橋機會退大一點 也擔心被修改到議事退規則 絕對尊重你投7號 但你不能浪費了這票 你策略性退投票是你選擇 但是有些人說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之前 我明知梁天琦輸 我也要投他 因為他要告訴別人 我要梁振英 不要那麼囂張默和 我支持他這條退路線 就是這樣 怎會不會浪費 這是一個訊息 你又想想 如果今次天琦 真是個投7號 保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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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線就完蛋了 好像一些潛在準備去的 說真的心虎意難 一勾回去就想要追求女生 從來沒有浪費投票 大耀廷 議會力量不知是甚麼 浪費投票是亂說的 第四點我有點贊同 建制派必會利用今次騷亂 往後持續圍攻泛民政黨 再預示一場極大危機 在選舉前夕章之下 這類政黨更不應各自為政 即是要合作 我們經常說的這論點 這就是大耀廷 也算交了 合作 沒甚麼所謂 麻煩你們先釋出善意 你老明是 我也不想釋放這班法民主 先釋放現代合傳 尤其是你們是大堂 釋出善意也是好事 這就是郭榮鏗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騷亂後該做的事 他是郭榮鏗的醫生 是的 我經常說 如果楊岳橋 不是公民黨 公民黨不是這樣交 你現在要投入好人 投入七號是順暢很多 正義很多 公民黨有很多 就像郭榮鏗 郭榮鏗是契弟之中的契弟 他不止一次 我懷疑他入錯黨 他經常跟建制派想法 你有留意嗎 經常跟建制派解說 他是律師 郭嘉琪才是醫生 他跟建制派解說一些 政府解說一些 好像要屌你 作為一個公民黨 當然他們甚至不喜歡用作反對黨 解說懷嬸一地兩檢 那些是屌你 這人說 這種突發事件 如果說那是毫無因由 或是某些人的反社會行為 明顯是脫離現實 但一次社會運動或社會事件 往往是政治、經濟、社會 甚至文化等問題的表徵 如果說是兇事者的個人問題 就太離地 那就合理 但他說 然而有社會因素 甚至有合理理由 反政府也不等於可以 掃諸武力或是暴力 那我相信 掃諸武力是可以的 因為耳母制暴力是可以的 暴力是主動打人 我們控制了底線 就不可以 但郭榮鏗是連武力和暴力 主動和被動都未分得清 就要做立法會議員 那之後呢 不是 昨天我們所說的 你的口論偉大 我都認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我真的不行 你們是可以的 麻煩你做給我看 你做了先 你們不屌你那群人 你們不屌你那群人 不屌你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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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旺角 跟警察對峙 真正對峙的時候 反而我告訴你 我真的很公道 毛萬聖 如若微 在警察和市民之間 因為我們立法會議員 是女生 來真的叫我勸行客 我看見你那群人 不要說那麼多 然後郭榮鏗就問 當有人主張以武制暴時 必須反公自問 我們的目的與方法是相稱的 只強調目的正當 而不在乎方法正當 其實都是不合理不合法 跟梁振英有甚麼分別 這個論述是很多人都這樣說的 說用武力的政權 結果都是不正義 我想跟大家說 第一 現在某程度那天的革命 即那天的打鬥事件 絕對並非革命 第二 其實你得回來的政權 是沒有必然關係的 會不會是一個民主開放的政權 因為我也不相信 這群人 因為我沒有聽過他們說 他們是想著用暴力 用武力去炸大樓 去打仗 好像孫中先生 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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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不過是一些肢體動作 甚至是一些牙堅缺的抗爭 以及不要被警察這麼囂張 台灣就是這樣 如果你問 就算炸東西 不傷害到人命 不傷害到私家財產 譬如你說 你炸檢柱 不要傷害到人命 炸政府大退大樓 不要傷害到人命 在街上有抗爭的時候 不要趁火打劫 這個應該比西方國家更加文明和進步 不要去敲酒生生 有很多拉丁和美洲的抗爭 他們是專門炸東西 專門炸你政府大樓 專門炸你 專門炸你 專門炸你警署 曼德拉也是這樣 不過曼德拉有底線 不要靜商人命 所以晚上偷偷去炸 有人曾經放炸彈 自己放炸彈死了 但炸彈也未必不可以接受 但郭榮鏗他連主動武力 甚麼是被動智慧 你都未搞聲 就算蕭先生都說 你實在可以智慧 以武制武 其實在某程度上是智慧 他搞不清楚 很多人以為以武制武力 就是主動去暴力 然後見人去打 這些是錯的 如果 我都說了 那天劉毓 我聽到他的節目 他提出了問題 是否在街上 我昨天說過 看到警察打 當然不是 你無端端 我都說了 即使那個警察 我是前晚跟他對決完 是一支示威的場地 今天我去喝茶 見到他和他老婆和兒子 拿著波波在那裡喝茶 我也不會無端端打他 因為他在某程度 各為其主 這些事情 大家成熟理性 是不需要問的 如果 你這樣也無端端打人的 結果 你被人誠之於法 或者得不到社會同情 有些本土派的朋友 不需要你大部分人的感受 我應該要修正一下 不能夠去理會 全部人的感受 但是 你是堅信你的信念 去做到很快的社會 就會告訴你 你做的事有沒有人支持你 如果今次天旗的選舉結果 只有32票 那就馬上說 大家都不接受他的票 那就叫他去情何以堪 即是不接受他的做法 那叫這一群 或者是一群 身邊有一群 蓄擁著那群人 或支持那群人 叫他去情何以堪 所以我們是要正其明 不是給他鼓勵 就是說 我們不認為你是部門 首先 至於你說打不打架 扔不扔穿那些人 我就說那句 如果你不抓人 你不就執法 如果你問我 如果香港是有軍事的力量 你搞軍事革命都可以 只不過第一 香港人真的沒有 先天的條件真的沒有 第二 跟以前不同 現在你可以用選票反映到 其實是和平的 老實說 如果因為這件事 這個政府只要正常政府 其實是否一定會惡化下去 未必的 即是福是禍所以禍 但這個政府擺明是要繼續挑動 最後一篇 就是陳士傑 我覺得這是這麼多篇 寫得最好 我看《旺角》 如果是一些評論人 他説第一 打五十大板 他説這樣不行 我覺得是對 他說現在坦白是怎樣 但今次事件 傳媒輿論和群眾運動 反映了政治力量慢慢退色 香港政治話語權是 漸漸移到用武派 手中 如果在網上 他輿論是 你見到其實 他説是 意思是 他説得不坦白 大家要跟著時代的步伐 要讓人知道 年輕人 他們怎樣想 跟著他說 無論大家如何評價 旺角的騷動 擺在事實 眼前 就是 勇武派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 他們的行動 只會去持續 和越來越熟練 以後只會越來越多 而且旺角騷動 是要稱得上 亂中有罪 是的 我這一點 絕對認同 對 他說旺角騷動 沒有亂中大龍 騷動 在所難免 因為 一條道火線 而大家估不到下一條道火線 在哪 在哪 他說 現在勇武抗爭 是盡質不盡量 貴激 對不貴多 因為同樣 主流民意上點 現在都很難觸摸 主流民意是否這麼抗拒 勇武抗爭 都不知道 所以 很多人不出聲 很多人認同 而不夠敢出聲 他就說 有些人 甚至有些勇武抗爭者 在進步 是不肯戴口罩 是表明我肯承擔法律的責任 即是梁天琦 或者有很多本文前都打 正了他 他就說 無論你是泛民也好 政府也好 其實你是要正視這些力量 而不是譴責 和扮中立 所以這個層次 其實我也認識他 雖然他說 新思維退網絡 即旅大陸那些比較保守 但這篇文我也是寫得最好的 你可以見到一個公民黨 郭榮鏗 一個大耀廷 都比較大小 郭榮鏗也不是老 這些所謂的學者 和現在的年輕學者 都已經是很大的代溝 我發覺總的來說 年紀和出身 會決定了想法 有些事情 但就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譬如 我們剛才說 80後也有很多好人交 是的 其實就是 你能不能夠 體諒到 或者理解到 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這也不是香港的獨特情況 只不過是 因為香港太平 太久了 即是六七年之後 但當然你要問 為何香港會這麼太平 六七年之後 就是因為英國政府 審時度勢 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年輕人有上流的空間 或者是一個相對比較公平的社會 於是乎 我們也享受了幾十年的 國泰文安 所謂的 但是 你一跌 跌到他 那個梁珍珍 是壞過 任何一屆的港英政府 那個 現在的警察 那些黑勁 是壞過 女樂 真是壞了 華操掌時代 打你 當然 我跟你說 雖然 本文前是一個新的組織 雖然他現在被拘捕了二十多人 好像散散地 有幾百個退役工人 我們都會出去幫他做 大家記得P.M.我們 出去幫他做街站 但是 在本文前以外 即是好像當晚旺角那些年輕人 你說還有幾個多人 真是大家不知道 還有 這個陳志傑 他真的說得好 為甚麼叫亂中有罪 是無疑 有些鏡頭 他們想去搞的士 是會有人去阻止 即使勇武有自己阻止 有 但是我們有沒有見到有人企圖 你有沒有去搞一些店鋪搶東西 你在外國 反而我們看那些 最先進的國家 英美 第一時間就是搶店鋪搶 很糟糕 廁紙又拿 薯片又拿 對你來說 如果說抗爭 拉丁美之後亂中有罪 前半年西班牙 玻利維亞的外交部長 跟他說千禧連 即是當時盡反對派 怎樣和當時政府說很多 現在西班牙話時說怎樣 早了政府沒有 還是要再選 有少數 即是有聯合政府 但是玻利維亞外長說 他們盡反對派 即是千禧連 00年和03年 反對天然氣和水源國有化的時候 有些人只拿槍 又會放火 他們燒野 他們亂中他有罪 即是他們不會亂搶東西 所以最後經過了他們的騷亂之後 那些人是支持他 即使有開槍 即使他燒東西 即是選警署來燒 選國有銀行 選政府機構 不會特地去燒死人 甚至燒一些支持政府的大連鎖店 但不會趁聚員 在道中燒 甚至就是他們怎樣亂中他有罪 他們是武器 譬如說我們飛飛磚頭 會教別人怎樣飛 他當然不只飛飛磚頭 譬如拿絲襪和波襪 放半個磚頭 放一些東西 然後你不用飛 就當智慧 即是你自己和警察 我經常覺得絲襪 要放磚頭 你夠不夠力 一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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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擲東西 他未必擲出去擲石頭 擲石頭 擲石頭為主 不是專家 即是一排一排 譬如一排擲完 就下一排 你見到外國那些人 你說他暴力或是暴力 一千倍 對萬倍 都可以做到亂中有罪 都可以做到爭取民意 最後還會當選做執政的政府 即是時間有 我又想說 我最不喜歡 再說兩句 我最不喜歡的人 就是說你看六七條的暴動 本來是全面 還有很多人支持那幫阻子 結果後來那幫阻子 做到這樣的時候 收街波羅 全社會譴責 就是用這裏 很多人用這句說話 來和現在那幫旺角 或是我們將會走這個 所謂抗爭路線 即是用這個抗爭路線 去類比 所以你們是贏不了 香港人的民意 就被戴耀廷他們所說 我想和林康正講完之後 我想和補充 這個是有程度上的分別 六七年來那幫阻子 在做什麼 你們是殺人搶警槍 炸無辜市民 老實說 如果我們本土派去到絕望 以自己的自焚 即是身體來抗爭的時候 但是竟然是殺小孩 放假炸彈 我也要譴責你 三四歲小孩子 都一樣會被人譴責 我都會譴責你 不是說你的目標高尚 就可以任意隨意 而他今次在旺角 是一個智慧還擊 就算日後真的發展到 因為梁天琦她認為 她說在有需要的時候 她是不排除武力的時候 那就先看有人去做什麼 我們是不想的 如果政府不想這些出現的 責任政府 就是現在要出來和我們這些年輕人談 我們兩個人談 這個例子 玻璃維的例子就告訴別人 就算暴力 都一樣可以爭取到人的支持 暴力一定是亂中有罪 暴力不是等於錯 沒有兩錯 所以我們票投六號 梁天琦六號六號六號 我們明天回來再說 好